中末的女武神第二季已经播出了 在这第二季中 有一战是我蛮喜欢的战斗 但也让我觉得这一战有点悲惑欢 A是因为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死亡 欢是被低估的战士竟然获胜了 而那个被低估的战士是开堂首杰克 原本在这一战中 无论是人类和神其实都不看好开堂首杰克 但他却出乎意料地获胜 还击败心地善良的赫拉克勒斯 那么开堂首杰克其实他有多么的强大 为什么他可以击败神呢 接下来我将会讲解他的实力 在中末的女武神的开堂首杰克 他其实拥有独特的眼睛灵魂之眼 他可以通过观察 人或神的灵魂颜色来阅读他们的动作 这也是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杰克可以设计那么多陷阱的计划 那是因为他拥有特殊的眼力 再加上他使用女武神给予的神器手套 这个能力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利杰克 他只要接触到的一切的任何东西 都能变成武器 在伦敦和赫拉克勒斯的一战中 整个伦敦的任何角落可以说都是杰克的武器 如果要定位开堂首杰克的职业的话 可以说他是个一名刺客大师 他更喜欢通过战术 而不是力量取胜 在战斗中他会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 来取下他的力量 用他扭曲和灵活性的头脑 想出一个让目标意想不到的计划 然后依尽可能有效和残忍地杀死他的目标 当时他在人类社会的时候可是被大家形容成极恶中的极恶 而他的对手可是和他形成反差 赫拉克勒斯是正义的使者 这一场战斗之所以会让人留下印象深刻 那是因为正义弗耶瑟 如此阵营明确的战斗至今为止还没有过 不过当赫拉克勒斯知道对手是开膛手杰克 他可是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要对付这样的效果 在之前的人类代表 吕布 亚当和左走木小次郎 都是与人类代表的名号相称的猛士 他们的战斗身姿可以说是无不拨动众神新鲜 所以众神在这一场战斗中派出赫拉克勒斯 目的就是要挽回众神的颜面 两位选手完全是不同类型的战士 杰克可以把一切东西变成神器 而赫拉克勒斯可以把一切都粉碎掉 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声称 他从一开始就为赫拉克勒斯准备了完美的对手 人类唯一能战胜神明的地方就是绝对的恶意 这意思说杰克不能被视为救世主的角色 不能将他视为如同亚当和吕布等等的角色 赫拉克勒斯也接手杰克的挑战 在开战前善良的赫拉克勒斯劝杰克投降 至少能让他避免灵魂的完全消灭 在我们说杰克的能力时 他能够在战斗中对赫拉克勒斯做出反应 尽管与亚当或小次郎等人水平不同 但他还是能跟上赫拉克勒斯敏捷的攻击 杰克可能是人类阵营中体力最弱的 但仍然比普通人强大的多 他可以取下大本重 甚至还可以与赫拉克勒斯短暂交手 尽管他只是凡人之体 但能够承受赫拉克勒斯的多次打击 据称赫拉克勒斯拥有宇宙斯本人相当的力量 但杰克吃下赫拉克勒斯的遗迹却还存活下来 在此过程中只是肩膀多久 然后他还漫不经心将手臂恢复原位 当杰克被金属栅烂刺穿时 他当机立断斩断尖刺 并将尖刺拔出并继续战斗 杰克会拥有这么强悍和巨大的疼痛耐受力 这和他的强大意志力有关系 开膛手杰克展现出强大的意志力 连赫拉克勒斯本人都称赞他的决心 即使遭到赫拉克勒斯多次的打击 杰克依然决心打败他的对手 总是想着新的计划来取胜 为了在战斗中战的先机 杰克甚至不惜使用虎肉剂 杰克也是一位战术专家 他能够智取赫拉克勒斯和众神 并能短时间内思考出方案 最明显是他利用伦敦城市环境的优势 他逃入暗黑的小巷并设下陷阱 他也非常狡猾 在成功击中目标后不会穷追猛打 他选择打了就跑的战术 来分散赫拉克勒斯的注意力 因为他也知道同一个招式是对敌人无效 他还成功用假情报来愚弄过赫拉克勒斯两次 目的就是让赫拉克勒斯放松警惕 以便他可以在下一次进攻的时候 让赫拉克勒斯措手不及 杰克可以很容易地操纵和欺骗人 那是因为他可以通过灵魂之眼 观察他们的情绪的改变而进行对策 杰克也是个隐藏高手 当他还在世的时候 他在伦敦可是一名非常活跃的连环杀手 整个伦敦的警察都在抓捕他 但他还是能够躲过警察 并且每次还领先警察一步 在和赫拉克勒斯的对战中 杰克可以在不被摄影机和赫拉克勒斯发现的情况下 快速地设置陷阱和立足点 开膛手杰克也可以说是个武器大师 他精通多种形式的武器 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其他武器 他甚至可以使用周围环境的事物当作武器 并且还能用突然捡起的武器跟上赫拉克勒斯 在他与赫拉克勒斯的战斗中 他一共使用的武器有一把巨大的剪刀 钢琴线 刀具 雨伞 锋利的栅栏 门 大本中还有最后一个抓钩 杰克最显著最熟练的武器是刀具 他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和准确性向敌人投掷刀具 他还被展示了像回旋标一样投掷一把巨大的刀 同时像赫拉克勒斯扔较小的刀 可见杰克可是非常喜欢使用刀 最特别是他的灵魂之眼 出生以来就拥有的一种独特的眼睛 能够将人们的情绪视为颜色 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灵魂 杰克可以从最细微的颜色变化中看出他们的真实意图 杰克在杀人过程中 用右眼看清所见之人的真面目 这或许才是他得以逃脱警察追捕的真正原因 当结合他的智慧时 杰克可以轻松地操纵人们按照他的意愿行事 原本人类和女武神进行神器练成 是必须要一心同体才行 但女武神是拒绝与杰克一同 于是杰克操纵女武神的情绪 来强迫他和女武神融合一体 在赫拉克勒斯变身后 我们也看到杰克近距离的利害攻击 洛基甚至还说杰克的所有能力并非虚张声势 他可是非常有能力的人类 但他还是被阿瑞斯给低估 在杰克一次又一次地承受赫拉克勒斯的打击 他依旧还是不断地站起来 很多人都会好奇为什么杰克不放弃 在战斗即将结束之时 杰克将身上的血变成武器 然后用他来刺穿赫拉克勒斯 这突击从而让他击败赫拉克勒斯 在这一战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 人类靠置身众神 以人类的来说 杰克的战斗技巧和计划都是最顶级的 冲田总司也认为杰克是个强大的人 开堂守杰克在比赛中击败了强大的赫拉克勒斯 帮助人类阵营拿下了宝贵的一份 但他的胜利却没有人类替他欢呼 身为人类的他们也知道 这位胜利者也是个饥饿之人 那是因为他就是恶名招张开堂守杰克 但在近期推测开堂守杰克个人漫画 这个角色进行了游化 其实他不是真正的开堂守杰克 真正的开堂守杰克其实是一个年轻记者 年轻记者因为妻子出轨而痛恨女人 他杀害并肢解妻子 还化名开堂守杰克再犯下罪行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阅读看看 虽然说他不是真正的开堂守杰克 但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也是杀人魔 至于他为什么会用开堂守杰克的名字呢 是布伦希尔德找到了他 还称他为匿名者先生 还问他需要用什么名字来参加诸神黄昏 于是他便继承开堂守杰克这个名字 突然他这样一洗白 之前和赫拉克勒斯的厄维生意就没有那么强烈 你们觉得呢 你们对于开堂守杰克这个人物有什么看法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拜拜 雷